《 》 兄弟,我是張棟 我們今天做什麼? 今天做什麼? 今天叫你上來做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我之前也跟你說過很多次 想找一些東西拍的 講了很久了 其實真的想我們自己人 我們幕後做了這麼久 都想一起開個頻道玩 請一些我們自己的朋友 其實你一早應該要開了 我告訴你很多年 你都忘了 明白嗎? 絕對明白 今次終於搞成了 多謝你幫忙 搞好整件事出來 今次想開個節目 就是專門請一些男生朋友 講一些男生心事 今次又想聊他工作上 社交上 愛情上人生的問題 可能冷靜一點 喝月酒聊天 今次你幫我找到一個朋友回來 對 這個人很厲害 我認識他那時候 很搞笑 他就是YouTube界的 都是叫OG 拍了一段時間 現在沒有人認識 不過他以前那段時間 高峰很厲害 我認識他 原意很搞笑 又是幕後 我那時候一直都知道 做Making of 有一次拍攝 他是做拍片的 Making of 我們平時做Making of 沒什麼做 多數都走到一二邊 等你們的演員 我們才去拍照 或者拍片 這個人我經常走過去跟著我 不懂的 大家都不懂的 走過來跟我 不斷談關於 他愛情的事情 在跟我慎 哎 失戀 怎麼會跟你慎 你的樣子 很搞笑 可能沒什麼做 你樣子偷你無數 肯定 還是你樣子失戀 可能是 可能是 志同道合 大家都是朋友 開始跟我說 他把所有的發生 和這段關係發生的事情 都說了 稍後就要多說一些愛情事 你再說一次 稍後要 這個節目叫做豆腐火纜飯 男人的浪漫 的第一個嘉賓 阿星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星 說到我這樣 當然 明明你是YouTuber 他全部的介紹 都是有關失戀的 是 沒問題 情情失意小王子 認識你的大部分 初相認識你的時候 現在這段時間 相認識你的時候 都知道 你很多時候 都是因為愛情上面的事情 會影響到 而認識到很多大群朋友 是嗎 也是 這十年來 都經歷了很多一段感情 我很喜歡和別人生 通常友情就是這樣出現 通常男人老狗有什麼 就是說自己被人飛 是呀 很多我很熟悉的都是因為 沒有東西說 搭釘就是說以前的女兒 好像我也是這樣跟你熟悉的 就是 就是我們這些 原罰男人 很多時候 男人照顧都是 一開始 要是說錢 要是說女 要是說工作 但如果容易相識到 和一些朋友合適 就一定是愛情沒有死 就是 怎樣給女生飛 怎樣給女生玩 好慘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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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星 跟觀眾說一下自己 就知道你是元老級的YouTuber 究竟你怎樣去開始做YouTuber這個工作 即是怎樣入行呢 你在哪裡讀書 我先回答 如果你說是否是OG 我要澄清一下 因為我覺得都是一個台舉 但是 那時候我算是第二班的YouTuber 即是我元老級又再元老 是什麼 第一班是什麼 第一班是 明仔 Emmaneo 然後熊飛龍 然後 Bomba 但你是否因為他們而開始了這條路 我是因為Bomba開始的 即你是看到他們 請求他們拍不成功 讓我來 我覺得我做得好 他們更加進步 不是 真的不是 是很喜歡看 那個年代 我還在讀書 即是你說我讀什麼 我那時候讀IT 即是寫program 但我自己有很多 關於表演的一些興趣 即是我會玩drama 我會去海洋公園扮鬼 可行公園扮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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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做很多 其實跟IT不是很相近的事情 還有我家人是做電影的 他不是做電影 即是他在電影圈工作 我很多時候很多機會 接觸到一些演藝的 即是你表演欲都強 即是想都有表演這件事 是會比同年紀的人 真的會擅長一點 你說是否表演欲很強 其實又不是 不過那時候會覺得 為何我都是這樣做的時候 會比其他人好呢 即是有少少天分在裡面 那時候是二十頭 二十尾 那時候都已經 如果你說真的接觸Youtube 很想做的時候 那時候二十二以上 二十二歲 有這個念頭 因為那時候剛剛Youtube 有很多東西看 然後就很喜歡看 就覺得 其實會不會自己都可以試一下 這樣去 那當時就沒有想過 賺到錢 完全沒有想過 即是純粹是拍一些東西出來 我想和別人分享 其實那時候沒有那麼遠 即是沒有說分享這兩個字 純粹是不如試一下拍一下 即是見到 以前有很多二次創作的東西 現在少了 但是以前就 你會覺得 我都可以試一下 拍一些異創的東西 即見到別人拍一條片 簡單來說 有些人說 徒手撕蘋果 然後你又不知為何 你很想挑戰 去展示給別人看 你又可以撕到蘋果 但其實很簡單 但不知為何 你有這樣的面皮去拍 那你拍就好 那你第一條 第一條片是怎樣開始呢 第一條片其實 厲害的 就是 那時候 我有一群朋友 其實他們那時候 還沒玩Youtube 他們以前是有些網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 年代 以前好像YouMovie 他們都不是拍Youtube 他們是有個網 是自己的網 有些短片 那我那時候 在演藝圈裡面 認識到一群人 他們有玩這些 那我就說 我都想拍攝 你還可以幫我 拍了第一條片 就是玩那些 knife song 就是那個刀 是你的手 拿真刀的 還是拿灘刀 我用了一個 還是拿膠刀 創意的玩法 就是拿什麼 我是用一個小Drama的形式去拍攝 那件事就是 我化妝化成一個多拉A夢 那樣 然後就說 本身多拉A夢是有手指的 然後我就這樣 還可以拍這條片 收起來了 為什麼呢 這個後來先說 那時候是 因為我想加很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天馬行空 我就覺得 不要那麼簡單去挑戰 我想有趣的就是 為什麼是多拉A夢 沒有了手指 我們看多拉A夢的拳頭 就是因為玩那樣 戒傷自己的手指 就拍了一條小短片 這個是我第一條片 但是這條就不是成名的片 但是第二條片 就是我覺得這兩條片 都是令我有個信心去拍的 第一條片就是這個Light Shot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拍的 這些流量的片 另外就有一條就是 Bomba以前拍過一個 系列叫做 男友心底話 女友心底話 他拍了女友心底話 然後我就想 我想有趣一點 我想拍一個男友版 但是小男友的 不是一些大男人 是小男友的心底話 就是被人欺負那些 他react的 就是我跟這條片react的 就是那個女生說些什麼 我就reaction他的片 我就拍了一條小男友心底話 那個view數的時候 都有兩萬多 其實我覺得 這麼容易 這麼容易 對 拍一條片 我本來想著 一一二百人看已經 那這次有你在這裡 二十萬應該 不會 我們全靠你 我們全靠你 這二十萬 我發問 一會爆什麼 如果爆一些厲害的東西 過百就很多 那時候其實拍片 那年代算不算艱難呢 那時候不難 那時候不難 因為我沒有概念 我沒有讀過攝影 我沒有讀過production 那我純粹是靠 我那時候 剛好有一班朋友 做一些傳統production 我去學東西打燈 設下攝影機 我用那個經驗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沒有比較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難 我一部DV仔 以前只是用DV仔 那些正在拍的 當時的需求 好像現在那麼漂亮 所有的東西 對 不用你的focus 不用你的白平衡 總之你拍了一條片出來 扔上網 有人看就有人看 所以那時候是沒有什麼壓力 覺得很分裂 因為我都成為了YouTube的一份子 聽說你很多黨 有些什麼黨 拍YouTube的辣王 YouTube的辣王 是嗎 YouTube辣王 現在被人取代了 現在有很多人吃得 那些是變態辣 我那時候是很初級 為何會初頭有這樣 這個熱潮是你們興起的 辣王 其實初代的辣王 好像真的是我 因為那時候 我在想拍什麼 會多人看 我上外國的網站去參考 外國的YouTube去參考 就是那時候 輕吃一隻辣雞麵 香港那時候沒有 我就在韓國吃了 很辣 我就買了一批回來 請一些YouTuber朋友吃 那條片 就一聲上了一百萬view 我沒有想過的 我純粹是 有趣 辣 好看 我就買回來 分享一下 大家玩 怎知道就爆了 很多人就覺得 我好吃得辣 或者我是辣 亦都因為你這樣 就搞到很多YouTuber 越吃越辣 越吃越辣 吃到胃全都穿了 是不是 就是因為你被這班人帶起 是的 我有嘗試過再吃 再變態一點的辣 但真的身體不行 接著已經有很多人問 為何你不再吃辣 你不是吃得辣 其實我不吃得辣 就是因為不吃得辣 那個反應很好看 是的 但現在那些吃得辣 那些其實 越來越辣 我真的挑戰不了 因為真的會死 是的 我真的有一次 分享給大家 有跟其他YouTuber拍攝 就吃一個叫做菊花殘的肉丸 在香港吃 那時候有些店舖 香港有些店舖 因為那時候辣已經很盛行 我們就去挑戰 我咬了一口 我沒有吃的 咬了一口 還沒吞 接著已經咬到胃痛了 接著口鼻了 接著另外那些朋友 就已經吃完 已經入床了 接著我自此之後 就沒有再拍過任何吃辣的東西 當時那些片很多都是用這些 很有趣的搞怪的東西 其實都很難想 不如拍甚麼好 不如拍吃麵 拍甚麼好 不如拍甚麼 其實我不是很亂的 有些主題 我是想拍這些 我剛剛說 我是看風吧 我覺得很好看 因為他們拍一些小品的劇場 我是想拍微電影 但為何拍劇情的東西 甚至乎微電影是我一個很想拍的東西 我有拍過類似的 就是微短片 我不敢說微電影 我有拍過類似的 我覺得合格的 但是又未去 如果你說放回現在當然不行 但是以前我覺得 我試過就是 哇原來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是你人力物力飯盒 所有東西很多都是錢 很多都是人手 那時拍完之後 覺得如果你追求比好數 吃力不討好 所以就沒有怎樣拍 變相就是 像你剛剛所說 就是拍了很多熱門的東西 一些搞鬼 易創 或者一些天馬行空的東西 會拍了這些比較多 即是即時可以拍到的東西 然後去到某個位置 就開始想不到拍什麼 其實到現在我都沒有 我是一直都想到很多東西想拍 那現在停了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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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這些事情 最重要是有熱誠有火 對不對? 那你無緣無故 你現在有這麼多的想法 很多人就經常都說 喂 我做創作的 就是去到一個樽頸位 然後就不知道怎樣 然後就不想做 就是越來越頹下去 然後又沒有心機 但如果你說你有這麼多故事 也有這麼多事情想拍 那什麼導致你不想呢? 突然間 去到某個位置 大約幾多歲或幾多年 你發現 哎呀 不是很想做這件事了 我想去到三字頭 去到三字頭 開始覺得佛力 那為什麼呢? 我剛才都說 其實還有很多條 但是因為你越想越大 你由一開始吃過麵 你都會拍 但是你經歷了很多的時候 你有一定的既定印象給觀眾 觀眾對你的要求越來越高 那我雖然想到條 但是很多條 都不是一個人做到 那這一方面 是一個比較卻步的地方 就是我每拍一些我想的idea 的時候 我要牽涉很多人 很多準備功夫 或者很多甚至乎金錢 我已經沒有能力去拍一些我想拍的東西 所以就停下來 金錢? 那你當時拍都沒有錢的了 不是 剛才是說 當你要求那個水準 達到可能現在的levels的時候 即是你自己高級 我自己的經驗和我的眼界不同了 我以前真的拍一條片 震感拿一部手機 我都可以出街 但是現在我不行 但是風向會不會不同了 譬如可能你們當時拍YouTube 就是我隨便拿一部手機 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個話題 搞笑多人看 現在好像很多頻道 好像越拍的質素 會不會導致你 都會走過去那邊的方向 令到你想到不行 我又沒有預算 我又沒有人拍得那麼好 或者會不會這樣 而其實YouTube界上面 那個風向會不同了 你說YouTube的整個大環境 其實每兩至三年內就會轉 我也經歷過 我們看風霸的年代是小劇場 然後去到達哥 或者其他YouTuber 拍打機片 然後去到街訪片 然後去到現在會是一些有劇情 或者是訪問片 甚至乎是有些即食講電影的片 即每段時期都會有一個潮流出來 我當時都很努力去跟這個潮流 但是你會慢慢慢慢 你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因為我跟其他YouTuber 某部分YouTuber有少少不同 我覺得我要接受我自己的 特別英俊 即是你現在這一刻做回那些 我們平時IG就這樣看一條 都會看到 就被網民說 嘩現在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要追那個production value 是很慘的 很多事情就想到 但是做不到 因為做的時候就知道 原來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其實如果要不斷跟其他頻道 擴抱 可能他們有些人有資金 有些人很大堆人 其實是很難 例如一些什麼 背後有金字 其實你說拍十年前那種風格的東西 其實不是不行的 但是觀眾已經定了我形 即是我已經有一個形象 即是他們會覺得 偶像包袱 又是拍這些 還有我覺得創意 慢慢慢慢 好像香港 我覺得是越收越緊 即是大家對創意的要求 高了 即是你可能好像以前一些 好像一個get這樣出來 都不夠 可能你要整件事好看 所以我覺得很不同 不是說跟不上 但是 如果你現在要做YouTuber 是不是真的 什麼都拍可以 做到一個 穩健的YouTuber 我覺得不是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YouTuber 都會傾向他有主題性 例如他可能喜歡潛水 他是一個潛水的YouTuber 他是喜歡去旅行 他是一個去旅行的YouTuber 他們的內容 是有一個固定的主題 不同我們以前 即是我那時候 很多同行的YouTuber 都是什麼都拍的 但是慢慢慢慢 他們都會找到一些 他們想拍的方向 即是打機的打機 有些是他們有自己的主題性 他們可能是一些美容的KOL 他們現在都會自己開美容院 其實每個人都說自己是KOL KOL是這幾年出現的一個名詞 其實我喜歡喝酒 就喝酒KOL 我就是喝酒KOL 對 但你 那是醉KOL 你沒有在鏡頭面前 你喝多一點 我期待你可以發揮 KOL 其實KOL 我自己就覺得 我們舊過脫的YouTuber 就很少清智的KOL 通常是客人 或者是網民 會叫那個人KOL 但是 好像他們 那些人不會叫我KOL 因為我有什麼 Key Opinion 我沒有的 哦 即是我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Opinion 沒有什麼 Opinion 沒有 Opinion 所以你就這麼多 所以你有這麼多朋友 在YouTube上認識到 因為你沒有意見 所以你就會認識到 這十年來 你儲了很多朋友 即是有好又不好 你都不可以一個人去做所有事情 你見很多channel 其實有一大堆頭 去大家合作 找到自動道合的人 那有沒有想過 自己不如拍幾個 不同強項的人一起做些事情 如果大家現在有看 現在的YouTube的生態圈 你說有幾個大的channel 其實他們已經是團隊開始的 因為小薯企 小薯企 斯當真 甚至乎 微辣 那些他們已經是團隊建立回來的 我們以前是沒有團隊 我們是在YouTube界網上 不是 你也是團隊來的 你當時是領軍的 我沒有領軍 我是在網上去 你是領軍人 本身 再舊 每次都 每一條片都有很多 有女仔 那時候有些女仔 美女 都現在還有拍 人家是說有團隊 不是說有女 其實以前是很輕鬆 有女的 有團隊 有女就有團隊 我發現 其實是否 怎樣可以形成一團隊 我經常都很想知道 首先 張道你拍的MV 全部都是美女 對 只有一個 你叫他們上來 有一個女主角 一個嗎 哪一個 不是 一個MV 一個 你幾個MV都漂亮 你是 每個人聽我們找Crew的時候 張道的東西一定是有美女 我們先說回阿星 我覺得你會明白 例如你去做一條片 你是一個導演的身份 那些人是參與的 你是提供了一個 或者有一個 他有一個 在一個作品裏面 但我們以前的YouTuber 是沒有這件事的 可能我突然要拍一條片 我找你們幫忙 可以的 這個方向是 會累積到很多朋友 去幫你們的 但到團隊了 如果我要跳一個步 我現在不想 就是我建立一條片 再找人 我想做一個團隊 其實很難 因為大家都不是很想付出 變相就是很難 真的有一班固定的團隊 只是那時候 你會看到一條片 很多人一起玩 是因為那時候 YouTube是很流行 cost over 大家不是很 去介意你 無論你的背景 或者無論你做過什麼 因為那時候沒有那麼多東西 會放在網絡上 被人討論 所以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大家玩得很開心 但是後期 會有很多人 會做錯事 或者有很多是非 你就會變相 做錯事是甚麼事 我也想知道 是甚麼是非 做錯事 很曖昧 有些人做錯事 有些人做錯事 有些人 就是最簡單的 說錯事 例如說錯甚麼 就是得罪了網民 還是得罪了大家 得罪了網民 得罪了網民 大部份機會都是得罪網民 因為那個人 就變成被人公審的對象 如果你找他拍攝的話 就公審你 每個人想明治保身的時候 就很少去做cost over 都很小圈 那是誰說錯事 有很多 第二 第二 有沒有說錯過 你有沒有一些例子 可以幫我們 等等 我想一下有沒有說錯過 我好像 我都有 不是說錯事 就是 你都囚了 那時候 我不是囚了 你都囚了 你都囚了 染了紅毛 紫毛 走去抓住那個年輕人 Ben哥 那時候 我那時候有染 走去玩他 我沒有玩他 我發誓 我沒有玩他 拿著電話 他就說 你今天來做甚麼 我記得 那時候 那段影片是一個 雜誌訪問 看到那個小朋友 那時候那個小朋友 很紅 叫Ben哥 我那時候 拿著手機 想和他 拍攝一些東西 他就給了一個 很搞笑的反應 我又叫錯了 我的頻道名字 那段影片就引來了 很大的回響 那些 不是叫做 如果你說 回想到團隊 那些不是團隊 那些只不過是 是一些趣事的 但會不會屬於說錯話的一部分 沒有說錯話 很成功 其實是一條成功 令到別人會記得我的一個影片 因為他很紅 那小朋友很紅 帶起了我 每個人都會叫我 因為那時候我的頻道 叫聲聲524 524是我的生日 我以為是不容易死 不是 是我生日 你可以這樣解讀 你可以這樣解讀 那小朋友叫錯了我 852 那通街 都對 我也是852 522 我家都是852 我覺得是一個 挺有趣的一條影片 那我們先回覆一下 那件事 那些是非 就會中錯事 剛剛想問我答不答 舉些例子 誰說錯話 例如說錯了些什麼 即是那些歐心鬥角 你先讓我想一下 好 我要想一下 說出來的心理 那時候 我們的節目一直就 不斷回來 拍到整晚 27歲 就拍到多少年 拍了一個月 你說是不是傻